在学佛有一段时间 也对教理有一定的信息 但是我还是奉献大家 不要乱讲 我就讲我切身的 就我旁边做个法师 法师在跟那个在家居士开示 就我在旁边听 真的是几乎要下出冷汗 怎么这么说的 那说实话完全不是佛法 完全不是正理 你说他不懂吗 他讲的都是佛的法语 都是这些名乡 都是佛教的名词 他讲出来完全不合道理 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 包括我们随便讲一讲 你说拜拜就会得到保佑 这句话是一个佛教徒应该讲的吗 所以很多东西不要迷信 不要把它误导到 那个迷的路上去 所以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你真的自己已经受用了 确定 我就依着这个理的 依着这个理思维 依着这个理去实践 真的有增上身 就我的身跟心 在每一个当下 是慢慢的透过这个法 在解脱 在提升 一定要先能处障 才能够累积功德 我依这个法 慢慢的我的身心 真的是慢慢的过失少了 功德越来越稳当 这时候你就可以分享 这个叫法师 法师 因为我已经懂这个法 受用这个法 而不是我自己都不受用 然后就要红法立身 你先立你自己吧 先自立再立他 当然我们晓得一切都是以立他 菩提心就是以立他为根本的发起处 但是你要立他 必须先证明这个 我用这个法是自立的 自己可以得到好处 才能够达到立他 你用在我身上不行 然后我就要用在你身上吗 当然不行吧 不能那个样子 所以 不要奢谈 行菩萨道 就好像不要奢谈 动不动就要我众善奉行 先要求自己诸恶莫咒 先要求自己诸恶莫咒 包括什么 包括你要帮别人 你都要清楚地检验到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层可以听清楚 你要帮忙别人 你都要先看清楚 你帮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对人好 其实哪是对人好 对人好是要磨自己的力 那个真的对人好吗 就有问题了吧 所以诸恶莫咒 那诸恶莫咒 那恶里面当然很清楚的 就是 以我们在家来讲 至少就是五戒吧 那如果进一步 失散吧 那这里面就 看清楚了 就看清楚了 里面 我这个所谓要帮忙别人 你有没有犯这些东西 谈人吃 那要帮忙别人 有没有恶口 有没有两舌 有没有搬弄是非 有没有打望雨 这个一弄你就晓得 很多东西就会回转一下 回转一下 不要那么快 而且以为这样是在帮别人 事实上 我们如果常要检点 我们的起心动念 你就会有很多事情 慢慢的就不用做了 因为你看到做它没有意义 不仅仅没有意义 是有负面的意义 那你还做它干什么 比如说 我们人跟人在一起 交朋友当然是好事 那时候很想变成好朋友 就坏事了 就开始要占有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 你不能是别人的好朋友 那个心就越 控制欲就越来越强 那我跟你聊天是想 把你弄成我这一挂的 那就错了 就里面那个动机 常常就是很恶劣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 检验到 那有些人甚至 其实心里面充满着想法 而且也充满着随时都有做法 但是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 一直在制造是非 然后又说自己 是完全没有是非的 没有啊 是非就在他心里面 不会起是非之心的了 这个其实都是 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真正的我们的 从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的反应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不要让人家看出来 不要等人家看出来 先让自己看到自己吧 自己离这么近都看不到 那其心都念 我是主宰者 我都不晓得 我想这些 说这些 做这些 在干嘛吗 还要人家说吗 所以佛法 整个自觉 觉他 一定要先自觉 才来谈觉他 才进一步能够谈觉醒也满 而不是 完全跟觉都不相应 说我们在修 学佛 说我们在修行 你学佛要干嘛 你修行在修什么 对不对 这个证明啊 先把这个 我学佛 学佛到底在学 佛是什么 我要学他 该学什么 不是一个嘴巴说 我在学佛 我在佛教团体 我在寺庙 就是在学佛 不是吧 那个是附属条件 主要条件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寺庙 为什么要清净三知识 你就晓得 要清净三知识 才能够建立 比较正确的知见 要清净道场 寺庙 才比较有 多一点点法律 而且在这种 清净的地方 也少结一点点恶缘 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如果你前面那边 都不讲 也不探讨 然后你就来这边 你看到了 其实就是你习气的显现 一个清净的地方 结果你看得一文不值 一无是处 那还有什么地方清净 没有了 所以要国土净 要先心净 心如果不净 没有清净的国土 因为一切都是你心所投射 你心里面不清净的 投射出来当然不清净 一切都是为你心 心性所显 所以懂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就更能够 抓到根本处 学佛到底 应该要怎么学才好 修行应该从哪边修才好 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怎么修 重点在哪边 不是我们现在强调的重点 你要念多少佛 要拜几拜 要念多少经 不是那个 那个绝对不是重点 那是附属条件 为了要达到那个重点 我用这些来填充 用这些当因缘 慢慢累积 变成我想要达到了那个目的 而不是本末导致 把道徒当目标 把路当目的地 我们是先有目的地 我现在我知道走在路上 不依这个路 我不会到达目的地 但是我现在是走在路上 准备往目的地去的 不要以为这个就是目的 我们常常就是得少为主 那边就挂住了 包括我 你念经 研究佛法 不管什么 其实一样 你在那边静坐 然后得到了一点法喜 一点点禅乐 你就停在那边了 就觉得自己已经修得不得了 成就得高得不得了 根本就莫名其妙 那只是路上的一个小风景 结果你就被他迷惑了 以为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多懂 你就会晓得 为什么要深入京章 为什么要清净山之士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晓得什么才是对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 那些新兴宗教会那么多 那些看起来根本就大有问题 但是弟子一大堆 而且一碰到他就败 一碰到他就跟发狂一样 前身抖动 什么 那个完全不可理喻 那莫名其妙的 但是这样的宗教最有吸引力 因为一进去就被催眠 就自我催眠 就进入另外一种 不是平常的你的境界 智商那个境界 比平常的你还低 但是因为离开你 原来的我 我已经解脱了 解脱了原来的我 问题的解脱是往更下面去 往更不真实去 往更顶倒去 你要那个吗 你真的要学佛事 要学那个吗 所以不是的 你要越学越冷静 越学越清静 越学越不会紧张 越学越能够能演 就是说看什么东西 不要太激情 轻轻地淡淡地看 感受什么 不要反应太激烈 太灵敏